男人走后 他的娘子随手把菜刀甩出去 就将屋中乱飞的苍蝇精准斩杀 这个娘子可并非常人 而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江湖杀手 细语 江湖传闻 高僧罗摩死后 遗体被分上下两部分 若能得到完整的罗摩遗体 便能修成绝世神功 称霸武林 细语当年效力于暗杀组织黑石 和几人一起被黑石首领转轮王 派往当朝首府的宅邸中抢夺遗体 万万没想到 混乱之中细语趁机拿走遗体 从此人间蒸发 黑石统领转轮王发出追杀令 以五万两黄金悬赏细语 细语的四十一路滴水箭发 又快又密 自这的伤口 就像是被如刀的细语是不挂过 大家合理杀了他 平分相机 如何 几人达成共识 决心在细语途径之处伪装成一户人家 先是派出一个小孩 天真的朝细语跑去 秀中暗器还未飞出 细语一剑封喉 剩下几人剑转 拿起武器飞身围了过来 可这几人皆不是对手 不多时便一一死于避水箭下 此后细语不愿再入江湖纷争 他找到离鬼手 希望能易容换貌 过普通人的生活 原来 细语那晚拿到遗体准备出城 却被重伤再生的首辅儿子拦出去 但他哪里是细语对手 不出一个回合就被刺中左凶 挑下石桥 细语身后发出一声叹息 此人正是少林佛法武功第一的陆珠 陆珠并不想一刀杀了他 而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将细语渡化 他仅跟细语三个人 却对细语动了真情 二人在破庙中切磋武艺剑王 直到最后一晚 陆珠才告诉细语 你有四招剑法没有学去 是有何 我担心日后 你若遇上真正的高手 一旦被他看出破绽 他被对细语打坐 不敢回头 只告诉他自己即将剃毒出家 细语剑指陆珠 声称哪家寺庙敢为他剃毒 他便杀光寺庙所有人 且慢 陆珠像是突然下定决心 他抽出银块 四招过后 陆珠眼神一脸 持银块飞身向细语刺去 而在最后一刻 他却丢弃银块 让细语的剑直直刺入他的胸膛 趁机到了 他颤抖着将佛珠取下 挂在碧水箭上 以自己的性命了结灭缘 希望细语从此告别江湖 若你能放下手中这把剑 我也是你杀的最好一人 细语讲完 求离鬼手给他一张普通的脸 从此隐居事情 敬仰三月后 细语改名为曾静 租下一间屋子 化身绣娘 卖部度日 一旁大娘见他单身便张罗着要给他相亲 杀猪的老猪 卖竹笋的老舟 撑传的老苏 各个歪瓜裂草 曾静姿势不重力 转身走时 与一男人擦肩而过 大娘眼前一亮 阿生啊 大娘问你一件事 江阿生也刚到此地不久 以帮人跑腿赚取外快为生 一日下雨 他见曾静的步调 便帮他一起收补 见到曾静第一眼 就对他一见钟情 此后便天天盼着下雨 曾静姿势至他心意 为试探阿生 他花钱收买了一老翁 让阿生跑腿 莫名挨了三拳 可他还是鼻青脸肿地跑回来 嘴上喊着路过 手中却不停着帮曾静收补 曾静看着他一次次 在雨中跑来帮忙 看他囊中羞涩 终于攒够了钱请他喝茶 看他被孩子碰掉了 吃事也不忙 还好脾气地抱了抱孩子 又把吃的捡起来 曾静终于动了心 这天又下了雨 看着将阿生淋雨赶来 他开门见山 你肯不肯娶我 二人就这样拜堂成亲 半年过去 日子过得琐碎又幸福 家里的钱透支了 阿生拿出船的私房钱 交给曾静 明天我就去钱庄兑出来 二人来到钱庄兑银子 不料遇到打劫的江洋大洞 给每个人都点了血 曾静见状杨庄被敏 暗中却给自己捡了血 伪手的大道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又听外面有人要报官 随即暗示手下把这些人都解决掉 江阿生见状 摇摇晃晃地起身要保护曾静 眼见江阿生有危险 曾静情急之下不得不出手 但细语剑法太过充迷了 他担心暴露身份 于是夺下刀后一把扔出去 仅双手便将一群人放动 曾静知道为首之人见过他面貌 为了日后不惹出麻烦 他戳下了那人双眼 在官府赶来前带着阿生逃走 二人回到家 曾静心虚地想要解释 江阿生却白手说要吃饭 他不解 没什么大不了 又算你以前是江洋大盗 你还是我养子 危机看起来过去了 可曾静没想到 他故意弃剑不用 反而让转轮王嗅到蛛丝马迹 他将强盗头目从牢里提了出来 让他复盘那日打斗的场景 细节比对之间 转轮王确定 那人便是戏 他让人一刀杀了强盗头目 又用千里火召回三个手下 变戏法的采戏师 一个神仙所变不见了身影 擅长暗器的雷兵 交代完妻子 打算这次干完就去长州开个面目 还有新招募的叶战青 叶战青新婚夜杀了丈夫和公婆 被关押在牢 不日处决 可以是看中他的狠 让采戏师潜入牢里 暗中给他为了龟西散 磕下后会夹死几个时辰 他被御差扔出来买了 几人半夜又将他挖了出来 宣称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让他加入黑石 那边曾静收下大娘给的草药 抬头就看见蹲在房顶的雷兵 该来的总会来 曾静连忙往家赶 到家后一把将桌上黑石暗号藏起 点上催眠的蜡烛 最近油归 那点蜡烛吧 迷晕了阿胜 将他扶上床椰好被子 飞上房梁取下当年赫赫有名的避水剑 敞开大门 坐在桌前补起鞋子 等待黑石几人上门 叶战轻挑衅提剑上前 曾静凳子一甩 顺势给他一巴掌 正要拔剑反击 门外一动 连是转轮王到此 叫出罗魔遗体回到黑石 我就让你火干说 不 我欠杀你政府 接着在杀你认识的 每一个人最后在杀你 按照规矩 叛逃者死 但转轮王却给他机会 如若他还能找到另一半遗体 就让他跟阿生自由 黑石几人知晓了 另一半遗体的下落 跟踪空同派夫妻二人 来到一富豪家中 原来这富豪是通宝钱庄老板 虽富可敌国 却失去双腿 得知罗魔遗体可以使盲目复免 施牙在德 便悬赏百万两黄金 寻另一半遗体下落 他们蹲在房梁上 只见这二人拿着假遗体 轻而易举就将富豪手中的 真遗体骗出 空同派掌门见状 直接上演了黑赤黑 谁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空同夫妻自相残杀后 黑石等人相继跳出 彩戏师翻身追上其中一人 抢过遗体 可他突然反水 我为黑石卖命几十年 到老一身伤病 若这遗体真能让人再生造化 这好处我为什么不要呢 说吧 便将遗体绑在自己身上 劝说曾静和雷斌 一起对付转轮王 曾静可以回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黑石的财富全部给雷斌 自己只要遗体 从此各走各的 曾静听闻收起碧水剑 另一半遗体再次 今后 我与黑石再无瓜葛 他刚要走 夜战青就出现阻拦 这边彩戏师从披风里抽出双刀 顷刻间燃起烈火 与转轮王缠斗起来 火刀变幻莫测 不多时又变出火球弓向钻轮王 转轮王只伸手一挥 火球便落在旁边 夜战青见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便要跟曾静过碧水剑 现在的曾静已经没有当年细语的杀意 执意攻一挡尖 曾静的剑尖直抵对手火狗 却就此收手 一直观战的雷兵权衡力毙后 还是选择了转轮王 他抬脚一记银针飞出 帮着转轮王压制彩戏师 紧接着他朝曾静飞来 抬手间数根银针飞出 曾静反手挡过 又是一根银针从脖子里飞出 曾静武力高强 自是轻松抵挡 可那边的彩戏师已逐渐落入下风 他甩出披风 刹那尖变化作火炸 想要遮挡转轮王视野 谁知对方一剑刺中他的肩膀 慌乱中他换出神仙锁想要逃走 神仙锁 信 神仙锁就此失传了 转轮王这边解决掉彩戏师 见曾静一打二不落下风 他笑着说当初交戏与避水剑法时就留了厮守 看好了 二人一交手 曾静的剑法果然处处皆是破绽 他节节败退 再次被迫交手之时 转轮王一手挑了他的剑 曾静身负重伤 无奈之下只能跳墙逃回家中 用仅存的力气让江阿生逃离京城 说把晕了过去 江阿生赶紧抱起他 娘子 看来这次 你床下的麻烦不小 他云淡风轻地把曾静放在床上 摸到他腰间还揣着自己爱吃的豆皮 江阿生细细吃完 随后卸下大门 撬开家里地砖 我老婆 是你很大伤的 是又如何 你先死还是他先死 谁要先死 那也难说得很 江阿生从地下铁盒抽出一把 秀气斑斑的宝剑 临着磨刀也太迟了吧 雷冰看不下去 告诉他两针下去 死得一点也不疼 他反问道 你没有死过 怎么会知道一点也不疼 利剑再次划过磨刀时 江阿生指出雷冰飞针弱 你的飞针 手中突袭 屋里这么窄 用飞针 我看不太方便 江阿生的话让雷冰心中一颤 随着剑越磨越快 现场气氛也逐渐凝重 几人意识到江阿生绝不简单 雷冰终于忍不住 找准时机 飞针偷袭 只听两声脆响 飞针被禁术倒下 雷冰并不罢休 袖口里飞出越来越多的针 屋中一片混乱 江阿生趁着攻击剑袭 仍不忘磨刀 带最后一剑磨成 江阿生挑起一块白布 裹住剑身 将表面铁锈擦拭掉落 随着一声剑鸣 这把宝剑终于露出原本的面目 江阿生眼中也杀一四起 他一个横扫斩落一批防粮跳下的喽啰 再一剑 挑起地砖中的短剑 双剑合璧 正是江湖中有名的村次剑 长剑掩人耳目 短剑施工 江阿生的剑法凌厉一场 看着这把熟悉的武器 雷冰眼神威震 不认得这两把剑吗 不可能 我们一起杀了 原来这两把剑正是当年被图满门的首府之子 张仁凤的武器 江阿生挥剑向前 雷冰奋力抵挡 却被对方近身 江阿生调转短剑刺中雷冰 夜战轻剑撞前来帮忙 二人合力也不是他的对手 此时雷冰的暗器也仅剩两根 江阿生一剑划过窗边炸 寻声变味 又一剑刺向防粮 短剑扔出 悬落而下 几个黑衣喽啰被一一绞尽 夜战轻剑正面打不过 转身想要偷袭躺在床上的增进 江阿生迅速反应 不过几招他便吐血倒地 雷冰孤注一掷 更出最后两针 江阿生挑起椅子 侧头躲过 顺势欺身上前 一剑穿过凳子直插雷冰腹中 那边夜战轻想跑 可还是被江阿生抛出的短剑重伤 他来不及拿笔水剑 堪堪逃走 雷冰腹伤回家 看见妻儿在月下熟睡 娘子还给他留了面 他抱起碗大口试着 血流了一地 一段摸之下 发现转伦王是个静了身的太监 原来他费尽心思寻找罗摩遗体 并非是要习得绝世武功 而是想成为真正的男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杀我敌人丈夫吗 因为他跟你一样 不行 你不是不行 你是没有 夜战轻拿着钱就要丧了 恼羞成怒的转伦王自是不会放动他 将夜战轻抵在门边 随后把他绑到石桥下 拿起铁锹挖土 当初转伦王就是在这个地方将夜战轻救了出来 如今便要在这个地方将他活埋 江阿生这边终于开始了他的复仇 他先潜入转伦王府邸 偷走了罗摩遗体 随后来到皇宫 找到了身为九品太监的转伦王 谁会想到堂堂黑石转伦王 竟会尾身朝廷 当一个小小的九品兴臣 你是谁 临日四更 我在城外的银河寺想好 转伦王正疑惑他到底是谁 看到了他的剑瞬间了误 你是张仁芳 可知道你老婆是谁 夜晚 江阿生来到云河寺增进的墓碑旁 他心中隐隐已经有了答案 但还是想亲自证实 果然 坟中里埋着细雨的画像 此时的增进也已感到 你不叫增进 我也不叫江阿生 我的臣名是张仁芳 那晚他被细雨挑落石桥 却因体质特殊 心脏在右 被渔民救气捡回了一条命 在离鬼手那里得到了救治 同时易容 改名江阿生 回到京城伺机复仇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知道 增进就是细雨 而他所有等待都是为了这一刻 将黑石一网打尽 增进问他 你有没有真心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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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然而他终究没能下得去手 走吧 增进论了半晌 很好 随后迅速抽剑反攻 往事历历在目 但他已不是从前的细雨 他趁机给江阿生喂下了龟西子 将短刀插入胸膛 他算好了 他不会死 带转轮王前来赴约 地上只剩下了假死的江阿生 而迎战的则是增进 也是他昔日的徒弟 夕 你这一辈子 都注定是个太监 二人生死决战一触即发 可谓学权的四招剑法 加上之前受伤并未痊愈 几招下来增进便被打趴在地 当他再次上前进攻 转轮王顺势将他的避水剑夺滚 当头 我叫你避水剑 可你使得不对 少了四招 又对上这四招 生死攸关之际 增进终于想起了陆主 突然了无 原来当初陆主早已料到这一天 苦心自创四招剑法 正是与这四处破绽相克 却借口了结聂元一一传授于他 增进拔下将阿生胸口上的短刃 藏桌于脚 记忆重叠 身形相近 他再次冲了出去 剑法灵力又带着佛法武功顿破了起 一去为圣 又一招 增进稳住下盘 下腰直刺转轮王腹中 转轮王惊恶至己 一时间方寸大乱 只能抬手抵挡 二人贴身 发力瞬间 增进将他踹了出去 再带他艰难爬起 败局已定 黑时全军覆没 增进也晕倒在地 清晨 将阿生归戏伞要力一去 慢慢摸上增进的鼻息 发现他竟悠悠火转过来 他抱起增进 以后的日子 还长着呢 从此世间再无张人凤一无戏 只有增进和将阿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